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风起洛阳,发布会王一博打下手 给黄轩帮忙,现场太有眼力见 不知道今天中午12点有多少粉丝和小编一样在等待着 风起洛阳,发布会的直播呢 这段时间都被这部剧的名字给刷屏了 在刚刚公开上映时间之后又紧接着举办发布会 为这部电视剧做好了最好的铺垫 这一次邀请了三名主演来到现场 唯一可惜的是宋亦没有来哦 可能是因为工作形成太忙碌的原因吧 在剧中他和王一博是一对并且饰演的还是夫妻 终于可以看到王一博结婚的画面了 相信粉丝们和小编一样总是无比的期待吧 而且在舞台上这三位主演也给大家带去了太多的欢声笑语 比如说有一个开场黄轩手拿毛笔 现场开始写字 他在私底下是一位非常佛性的男生 喜欢喝茶 喜欢写字 喜欢书法 完全不像是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他的生活很平淡 而且王一博看到黄轩写字的时候 他立刻化身助理给黄轩打下手 给他整理纸给他整理写完的字画 此时此刻的他真的是太有眼力见了 了解王一博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眼力的男生 虽然不善言谈 但是他所有的心声都用动作去表达 都用实际行动去表达 当然现场除了王一博成为黄轩的助理给他打下手以外 女主角宋倩也不甘落后 并且亲自给黄轩磨磨 三位在台上也展现了一幅非常和谐 非常默契的画面 看到舞台上的画面特别像是左右护法 相信他们三位在现场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吧 这样和谐的气氛才能够拍出最完美的电视剧哦 所以看到几位主演的相处模式 也对这部电视剧有了更深的期待 在发布会现场 王一博还向主持人说 他感觉黄轩所饰演的角色是非常自由的 这一点是他很喜欢很向往的 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而且王一博第一次挑战百里红一这样的角色内心 也是非常激动的吧 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距离12月1号还有最后四天了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很想看看剧中的王一博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的故事 感谢观看